大家好 今天来到朋友家玩了 发现朋友家样子里 种了五颗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听说这个一级植物非常非常直瞧 还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就在朋友家样子里面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见他家 到底是种的什么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就在前面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们已经到了 就是前面那五颗 听说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那两颗五颗 总共有五颗 现在还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这果子多漂亮啊 大家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啊 看视频的网友们知不知道 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器留言告诉我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 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非常喜庆啊 是不是 满树的 红彤彤的 这一颗满树的 这一颗为什么没打果子啊 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朋友的 这一颗为什么不打果子啊 这一颗也打了果子啊 这一颗也没打果子 好像是五颗 五颗只有两颗打了果子啊 其中有三颗都没打果子 这几颗啊 一级保护植物呢 就坐在这路边啊 这条路呢 是通往港东的必经之路 然后呢 就有江苏老板开车 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啊 他就看中了这几颗 一级保护植物啊 他愿意出高价钱收购 这几颗 一级保护植物啊 他到底出了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啊 等一下呢 我要去问一下 我这个朋友呢 他愿意出多少钱 收购这几颗一级保护植物啊 这几颗一级保护植物 太漂亮了啊 打了非常多的果子 红彤彤的啊 这个果子还可以吃啊 还可以用来泡酒喝 现在我就去塞几颗来尝一下啊 因为很久没吃过这个东西了 就塞这一颗 这一颗上面的话 这一颗比较多一点 哇 红彤彤的 看起来就是很喜气 塞几颗来尝一下 口水都留下来了 这个肯定很好吃的 我从这里跳过去 哎呀 这个很好吃的啊 先吃一下吧 看应该是什么味道 我就来吃一下 嗯 这味道 味道超级好吃啊 就像是风式一样 味道看视频的网友们 有没有吃过 现在呢 我就去问一下我那个老乡了 这几颗一级保护植物啊 那个江苏老板 到底出多少钱啊 现在我就去问一下他了 刚才啊 我问了一下我朋友啊 那个江苏老板愿意出两万块钱一颗 收购这个一级保护植物 不过呢 他只要这两颗打了果子 其中有三颗他就不要啊 我朋友的意思呢 要去就五颗一起去 只不能只卖两颗 如果五颗一起去的话 他就愿意卖给这个江苏老板啊 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朋友 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朋友 为什么这两颗会打那么多果子 其中有三颗都不打果子啊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这个分公跟母啊 公的呢 是不会打果子的 这里呢有三颗公的啊 这是我朋友二十年前发 他十块钱买的果树苗种下去的啊 这两颗母的也是非常难得 难看那个江苏老板呢 愿意出高价钱收购这两颗啊 这是红豆山一起保护植物啊 如果是你的话 两万块钱一颗 你愿意卖给那个江苏老板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